很多网友跟老师说 哇 每天早上第一次下床 脚底下踩下去那一瞬间才发现 脚底下好痛哦 原来你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足底筋膜炎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有 特别是你如果常常 这个运动习惯不是特别好 或者运动伤害 或者你穿高跟鞋 或者是常常久坐的人 真的很多人都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嗨 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夜老师 很多网友跟老师说 哇 每天早上第一次下床 脚底下踩下去那一瞬间才发现 脚底下好痛哦 原来你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怎么办呢 今天白夜老师教大家一个 输筋法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好来 亲看老师 两脚与肩同宽 平行站立式 两手向上举起 我们用颤掌开弓 非常好 好来 两手缓慢的落下 好来看输筋法第一个步骤 我们牵两手 在身体前面做抱球 当与肩膀同高的时候 我的左脚要向前一步 那当我向前的时候呢 是以脚后跟点地 脚尖朝上 那我持续维持抱球的时候 我的重心就从后方 缓慢的向前方移 现在你的重力全部从脚跟移到你的前脚尖了 好来 压气之后 我们把左脚收回 来 另外一个回合 来 跟老师一起抱球起 脚跟 重心向前 非常好 沉气 降气 要向下压气 好来 持续做 把左脚收回 来 跟着教练们 我们来换右边咯 右脚向前出的时候 来 特别看一下 重心从后移到前的时候 两手做抱球向下落 好来 我们再做一次 把左脚收回 我们来看右脚的部分 来 右脚向上一步 抱球起 足底筋膜炎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有 特别是你如果常常 运动习惯不是特别好 或者运动伤害 或者你穿高跟鞋 或者是长长久坐的人 真的很多人 都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而且足底筋膜炎 跟一般的发炎 还真是不一样 一般的发炎 会有红肿 热痛 但是足底筋膜炎 往往就只有 撕裂肺的那种疼痛感 特别是每踩一步下去 都觉得 哇 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足底筋膜炎的朋友们 你会发现说 我怎么样做很多事情 都没有办法改善它 那跟老师做这个动作 你就会发现 真的 效果非常明显 因为当我们在做 舒心法的时候 其实非常重要 我用脚后跟点地的 这一瞬间 有没有感觉 你整个后面的腿 都是被拉直的 因为你拉直的 就是我们的膀胱筋 整个的阳气会调动起来 然后我把重心向前的时候 整个脚掌落下去的时候 再加上向下沉气降气 整个阳气向下沉降 脚底下瞬间有一股热能 马上就温暖起来了 希望今天这个足底筋膜炎的 这个舒心法是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做最后一个调气式 两手抱球 然后缓慢地在身体前面 沉气降气 调节呼吸 很多网友说 老师我要做多少次才好呢 其实左右不要管次数 只要你能够觉得脚底下是温热了 就代表气血循环变好了 最后我们两脚并龙 两手握拳 网友们如果你喜欢 记得分享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气功调养人的身心健康 主要就是靠两个字 气血 我认为练气功就是一种 lifestyle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绝对不是只是 学一个功法 学一套动作 要跟我学的 真正的是一个lifestyle 一个真正重新改变 自己的生活理念和方式 我们称作为自主生命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为有功法能够让你快速的达到 充饱电的状态 所以这个功法是练一辈子的功法 你想想看 有什么是你一旦投资了 可以终生受用这件事情 我认为就是学会一套对的养生方法